很多喔 氣溫持續飆高溫 基隆櫻歌溪出現了魚群集體暴斃 從橋墩往下看 全部都是死魚 數量之多嚇壞附近的民眾 不好看啦 人家大部分人都會這樣走 都會往下看 這樣畫面好看嗎 好錯喔 對 緊張 現在吃了這樣 沒有啦 那很久很久才出來了 這樣比較熱情的 對 比較熱情才有 我一路走來都會臭 都有臭都聞到就對了 我是會到 真的 河床上出現魚群暴斃 魚屍體漂浮在水面上 有些卡在較前的河窗 綿園500公尺 基隆市議員秦珍 里長許超勝 和環保局人員到場關切 了解魚群死亡原因 研判是因為水量少 加上天氣炎熱 水中含氧量不足導致死亡 早上一早就接到訊息 然後通知環保局 到現場來做勘察和處理 後續的一個補撈的工作 那環保局現在到場了 那我希望就在整個補撈過程之中 我們水質要做個檢測 還有把魚濕 然後撈回去做 我們把魚的死亡率的經驗 這個病因 我們也是做一個檢測 希望說把整個溪流的 這個魚兒死亡的一個原因 我們找出來 然後對整個溪流的保護 還有魚兒的保護 才是一個徹底的方法解決 每到夏季的 剛初夏的時候 假如雨量少的話 會造成水潛 水潛之後 然後就加上溫度的高 那魚兒的這個在高溫的情勢下 就會缺氧 所以情形的市場會發生 每年到夏季的時候 會經常發生 前陣子 大概 冬午節前面 都是基隆 都是屬於雨季的天氣 然後 這個冬午節過後 現在到現在 目前是換六月 農曆的六月初而已 然後整個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馬上又恢復到乾旱 那今年 漁完都是大概 在國立的七月份 大約份的時候 才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今年大概 又提前了一個多月 然後造成這種 水中的含氧量減少 然後造成大量的 乎過魚 魚類暴斃 環保局通知廠商 到場進行打撈 由於天氣很熱 要趕在魚群發臭之前 清理完畢 這個月基隆的降雨量 明顯比較少 然後 魚的那個水的含氧量低 魚就會缺氧致死 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做水質檢測 看有沒有污染這樣子 現在範圍大概從哪裡到哪裡 範圍大概就是從 長根的這個橋墩下面 然後到前面 接近附警貼下面 環保局進行水質採樣 初步沒有發現污染行為 魚群大量暴斃 環保局說 會持續的監控水質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